不要以为你在银行账户里的钱,理所当然就属于你所有,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中共国这绝不是恐怖的传说,而是真实的存在。 请看案例1,被刁难无法取出去世亲属的存款。 储户问,是不是没有火花证明就证明没有亲属关系?我就问你,这是不是假的?我这个是假的吗? 银行志愿答,没说你是假的。 储户说,来,把你的工作编号告诉我,我可以投诉你,对吗?我投诉你也可以对拨。 案例2,毫无预警突然被银行限额消费。 朋友们,我要气炸了。我现在在成都的天府国际机场,马上准备出国了。 就在出国的前一刻,我刚才准备去买一张返程机票,因为我们这边出国的话,都是要求你买好回程机票的。 结果你猜发生了什么?我的银行卡被限制消费了,单日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不能转账,消费超过1000都不能支付,我气炸了。 我刚才打电话去银行的客服中心,问他怎么回事,为什么限制我额度? 我前两天还用得好好的,前两天支付了一笔2000多元的都没问题,今天就刚才,我才发现把我限制了。 我真的是气炸了,因为我的钱都在这张银行卡里了,我日常使用的钱基本都在这张卡里面。 我打电话问银行,他说是根据什么什么巴拉巴拉,我根本没耐心听,我马上火猫三丈。 现在银行卡给我限制消费,真是疯了,疯了,疯了,这个社会怎么了? 当这个不幸的人打电话和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朋友交流时,发现他的朋友也曾经被限额消费不能超过5000。 当他把自己的经历发到微信朋友圈时,惊讶地发现引起了很多人的过敏。 有被限制成5000的,有被限制成1000的,有的人甚至被限制成不能消费超过500。 原来并不是只有他不幸地遭遇了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现在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了。 天哪,我的这张信用卡突然就用不了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昨天晚上我加班很晚回来,回来的路上我想买点东西吃,然后我就付款。 付款的时候显示交易被银行拒绝。 今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银行客户服务中心,他们回应说肯定是银行卡出现了问题,要我去当地的银行网点咨询。 所以我打算上午忙完我小孩的事,下午就去当地一个银行问一下什么情况,已经到银行了。 这位女士填完一堆表格,和银行工作人员交涉,被追问了一大堆问题, 感觉像是被当成一个违法嫌疑人。 而银行职员所说的封卡理由也很令人无语, 仅仅是因为这个银行卡的进出流水太频繁。 但对于一个从事微商一类工作的人来说, 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网络购物成瘾的人来说, 比较频繁的银行流水不是很正常吗? 侵害储户权益,似乎只需要随便一个牵强的理由。 案例三,个人存款时也要被追问来源。 给你们说点刺激的,我刚去银行存钱, 这银行的工作人员问我存款的理由是什么, 说因为他们后台需要录入, 问我是工资所得还是经营所得。 我一想,你不就是纯粹为了让我上当吗? 我肯定不会上当,无论我说是哪个答案, 我都有交税的风险。 然后我灵机一动,就说这是我爸妈给的。 兄弟们,以后存钱遇到类似的问题, 回答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要不然什么不该有的税莫名其妙都找上你了。 通过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以后怎么证明你的钱是你的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案例四,定期存款到期却无法取款。 储户说,不让我们支取存款, 到期了不让我们支取存款, 这是什么银行啊? 我存了三十万,现在我亏损两万五千多, 这钱没办法存了, 不要上农业银行存钱了, 不要在这里存钱,银行也诈骗啊。 欺骗老人,存定期到期了不让取款, 这是我们老人的。 保安说,你们影响公共秩序了。 储户说,我已经影响公共秩序了, 你快点打电话报警把我抓走吧, 你们谁都敢欺负, 三十万取不出来, 让我们怎么生活呀? 在中共国, 这些突如其来的恐慌, 似乎变成了你随时可能迎头撞上的烦恼, 各种前所未有的异常现象, 自2022年起, 陆续在中国大陆开始上演, 由开始的只出现于城镇小银行, 逐渐变成某些大银行也不能幸免。 当类似事件发酵蔓延开来时, 事件将会加深中国民众 对金融体系的不信任, 就连没有出问题的机构, 也可能会发生民众挤兑的现象。 一般来说, 中国国有银行出现爆雷挤兑现象是难以想象的, 但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曾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指称因为压占财政存款或资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的三家支行被行政处罚加行政警告。 11天后, 深圳中国银行食盐分行, 突然压缩日常业务, 导致民众提款困难。 这说明中国银行在深圳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中国银行大多承担着地方财政支出的服务功能, 地方财政的上级拨款和税收等, 一般会放在当地中国银行分行操作。 如果像压占财政存款或资金的公示所言, 那就说明把当地政府的资金借出去还不回来了, 大钱都这样, 更不要说百姓的储蓄了。 而另一个可能的原因, 就是深圳人民银行的资金受政府支持的房地产所拖累, 例如恒大, 大量住房贷款、银行按揭面临坏账, 这种政府腐败导致的银行失去信用, 民众对存款安全的恐惧会随时引发社会群体事件。 众所周知的河南村镇银行大批储户维权事件已造成全国震动, 目前仍在持续中, 储户们半辈子的血汗钱就此不翼而飞, 还被中共当局镇压抓捕, 维权无门, 欲哭无泪。 据中共官方杂志《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4月份统计, 中国有多达40万储户无法取款, 40万在14亿的人口基数里虽然占比例极低, 但是在中共国, 除了公职权势人士, 谁敢因此认为这类糟心事就不会轮到自己头上呢? 如果当你突然发现, 你的钱并不能由你自由支配, 甚至不需要理由, 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合理解释的时候, 当类似的个案正像瘟疫一样到处蔓延, 每个个体都被恐惧的阴影笼罩, 不知道何时摊上这种闹心事的时候, 当作为维系社会稳定基石的政府信用、 银行信用都可以突然消失殆尽, 官方的强盗行径毫不掩饰的时候,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每个个体的身上都重如磐石, 也许导致社会崩塌的最后一根稻草随时都会飘落下来。 目前中国银行的种种意象, 好比潮水正在涌来, 一路逐渐淹没道路房屋, 有的人惊慌失措, 有的人悲愤交加, 还有更多的人还没有危机意识, 不知道是时候该夺路而逃了, 如果潮水涌来的时候, 应该向高地逃命, 那么目前的状况, 你首先应该将储蓄存款撤出中小银行, 尤其是村镇银行, 转向相对安全的大银行, 现在国内大银行也频频发生类似事件, 那么有条件的, 就应该考虑资金往海外转移, 向美元转移。 事实上, 已经有无数人正在这么做,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23年曾发布数据, 中国8月份资金流出主要源自资本及金融账户, 为489亿美元, 9月份的净流出增长到539亿美元, 这是2015年末以来的最大规模。 中国官方的数据我们都知道可信度极低, 但仅仅看这些, 已足够说明资金正在恐慌性踩踏出逃。 在2023年4月, 包括中国农业银行、 普发银行、 光大银行等银行都曾发布公告, 下调部分或所有客户的线上业务相关的交易限额, 包括个人网银, 以及涨上银行转账、 网上支付、 非贵面业务, 含线上转账和网上支付等。 限制线上转账支付之外, 许多银行储货的线下取款也受到限制, 就连深圳、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都出现储货在银行大排长龙的现象。 人们纷纷抱怨取钱困难, 并怀疑是否银行资金紧张, 对自己的存款以后还能不能取出来忧心忡忡。 中共官媒已经间接证实, 中国已经发生了银行挤兑浪潮。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2023年6月20日表示, 仅仅是6月上旬的现金掉拨, 已经几乎是去年同期的4倍。 中新网报道说, 6月1日至15日, 中国人民银行的现金供应投放总量 已达到2021年同期的近4倍, 但该行并没有详细说明, 现金总量是否足以满足民众的提款所需。 不过,在中共国, 普通人所做的一切避险行为, 或许都只是徒劳, 我们甚至不敢不愿提起, 只要动作稍慢, 等待你的, 或许就是无处可逃的残酷现实。 恐慌在蔓延的同时, 愤怒也在积聚。 也许有人会像河南村镇银行的 维权储户们一样, 愤怒地追问, 在中国的银行, 为什么我们的钱都变得不安全了? 如果要简单的一句话回答, 那就是没钱了。 如果你在怒火中烧地继续追问, 为什么会没钱? 钱都去哪了? 钱都去哪了? 这真是一个好问题。 钱花在养活, 逐年越来越庞大的公职人员, 退休干部福利当中了。 钱消耗在穷兵度武的军备竞赛中了。 钱消耗在比军费更高的维稳费当中了。 你以为镇压河南村镇银行维权的储户们 不需要成本吗? 钱消耗在一带一路, 满世界大撒币当中了。 而以上每一项都促使中国民众的钱 哗哗地流进中共政府贪官污吏们的口袋, 又通过普通民众无从知晓的渠道 哗哗地流出国外去了。 只要经济还在增长, 钱去哪了这个问题就能掩盖。 但是谁都知道, 目前中国经济的现状是难以描述的糟糕, 已经到了中共官方只能严令封口议论来掩盖的地步。 地方债务越堆越高, 财政枯竭, 连各地公职人员都频频出现减薪, 真的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 中共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 不惜一切代价。 于是, 拜托各位, 你们不做一下那个代价, 难道让我党来做不成? 所以, 你的钱谁说就是你的钱? 没经过党和政府的同意, 你怎么可以就自由支配呢? 找这样的逻辑推演过来, 对于中国各地银行近年频频出现的令人心慌的现象, 是不是我们就看得明白多了? 再往深一层说, 彻底消灭私有制就是中共的初心, 这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得非常清晰。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在中共看来, 个人的存款财产难道可以属于私有范畴吗? 如果是, 那就要消灭。 消灭私有制, 当然包括你自认为属于你的钱。 其实, 在中共国, 你的钱也是公家的, 甚至你的人都是属于公家的。 马云、 许家印、 王健林等富豪都曾公开宣称, 自己的财产如果共产党需要, 随时可以拿走。 这表面上是一种爱国爱党表演, 本质是洞悉了中共本性之后, 流露出来的一种充满恐惧的求生欲。 很多人会问, 那些有钱人, 他们的钱放在哪里呢? 他们会不会面临去银行取不出来钱的问题? 许多亿万富翁会在私人银行用一种零结余的账号, 把钱放在现金等价务上。 他们需要花钱的时候, 会从零结余的账号上开支票。 他们的私人银行的银行家, 会每天结算, 卖掉一些短期债券或共同基金或CD, 来对他们开出的支票结账, 然后继续保持一个零结余的状态。 一般来说, 大富豪们只会持有财富的1%作为现金等流动资产, 而把大部分财富与商业票据、 股票、债券、 共同基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挂钩。 所以, 财富达到一定级别的人, 面临银行挤兑时, 应对空间和方式还是比普通人大得多。 中共的既得利益集团, 红几代的上层人物, 他们当然也不会担心银行挤兑和破产, 悲惨命运只会由普通老百姓承担。 随着银行为难储户事件的蔓延, 中国民众对银行的信心将越来越受挫, 而信心恰恰就是在金融领域最关键、最重要的, 是决定银行业能否逃脱挤兑、 破产的最关键因素,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 中共是难以逃脱银行挤兑的命运了, 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路上, 这是中共官方力图避免银行挤兑的手段, 但也是可以随时拿捏 广大民众财富软肋的超级武器。 2023年, 中国的冬天显得特别冷, 但也许更冷的严寒还在明天。